音樂・初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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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Haiji Hello Hello 對不起 我們現在 在機場 我們是年終第三年 要出國的時候 然後遇上香港八號風球 叫我風之子 這次我們是去台灣 上次去台灣的時候 香港是打十號風球 所以明天來也應該是 我們已經連續三年要把行程移動了 一天 我覺得六合彩又不叫我中那麼多 但... 是沒中過的 但這些東西連續三元 什麼樣子 放心 我們中秋這麼多寶 然後我記得買的 不錯 我們到了海北車站了 很慘 我搭完飛機的樣子 所以現在我們要去乘車 然後去酒店 現在要先出閘了 我們是搭三點幾機去台灣 所以去到台北 check in 完酒店之後 已經晚上七點幾了 我們去了一個地方 叫做土九樂市 它是一個超級市場 又像上癮水產的地方 現在就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它是怎樣的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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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東西吃你嗎 那些東西好像很快 剛剛你會看到下面那層 會有一些乾貨 還有一間餐廳是吃海鮮火鍋的 但是其實今天我不是主要想吃海鮮火鍋 那我就回到上面那層 你會看到 旁邊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 即刻可以不離吃的食物 全部都是斷他們上面寫的價錢 可以買得到的 例如有這些沙律 壽司 旁邊是會有一個很大的魚缸 裡面很多不同的海鮮 有鮑魚 有蝦 有一些扇貝 或者背殼類龍蝦 蟹 那樣的 而繼續走 就會有這邊的雪櫃 裡面會有一些海鮮 然後又會有一些魚 就切好了 對了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魚 而且很奇怪 這裡有皮蛋賣過 我以為自己看錯了 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繼續走過去 就會是一個巴桌 就可以吃一些壽司 當飯 還有除了在巴桌之外 你還可以在另一邊 有一些椅子的坐 就不需要坐巴桌 都一樣可以點到巴桌那邊的食物 有偷看別人吃什麼 這邊也有人吃 海鮮火鍋 他們也是有這些套餐去點 我們就點了一些海鮮當飯 我們剛剛下機 我們搭了五三點幾幾 然後去到酒店已經七點了 然後都不客氣 你看到我們都沒有本身 沒有去過街 剛好這個地方是我的酒店附近的 所以我就特地走過來 我酒店走過來是五分鐘左右就不到 所以過一條馬路 所以都非常方便 我們點的一個當飯 前菜已經有三片刺身 很新鮮 對 來到這個當飯 真的超誇張 它有很多材料 這個豪華海鮮當 只需要台幣580元 超級便宜 算港幣是150元左右 如果你已經去過上癮水餐的話 我極力推薦你來這裡 土九樂士 因為這裡又便宜又新鮮 又沒有這麼多人 完全沒有遊客 我去那天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覺得 其實常癮水餐那裡 海鮮又不是特別新鮮 又貴 又要站在那裡吃 又逼人 如果你下次經過這個重江南京站的話 也可以來這個土九樂士試試看 如果你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歡迎收看 tap wherever We've got the best 我們下廣點 你們下廣點